2017年2月6号 素有世界杂谈奥林匹克之称的第六届蒙特卡罗新一代国际青少年马戏节比赛中 中国新疆的四位青年以两场比赛零失误获得赛事唯一金奖 这个就是我们第六届蒙特卡罗青少年获得的金小丑奖杯 彼时他们还是上海马戏学校的学员 现在他们成为新疆杂技团的职业演员 4月的新疆乌鲁木齐春暖乍寒 在新疆杂技团的训练厅内曾经走上事业顶峰的四名青年 每天依然做着大量的基本功训练 采访时三年前获奖的那一刻至今想来仿佛发生在昨天 终于熬到头了 满脑子都是七年当中辛苦艰苦 特别兴奋 都流眼泪了 毕竟七年受的苦什么都值了 终于熬到头了 那么辛苦练了这么久 终于有点成就 反正特别的开心 这一生难忘了 获奖时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二十岁 最小十六岁 那时一群来自新疆的孩子 即将结束上海马戏学校七年学业 获奖是他们回报学校最好的方式 2010年上海市马戏学校接受新疆委托 两地专家到阿克苏 喀什 和田等地海选 从上千名孩子中挑选出60名孩子 来到上海市马戏学校学习 2010年 11岁的凯迪尔丹凯萨尔 顽皮好动 和所有新疆孩子一样 对舞蹈极为敏感 正是这一爱好促成他走上杂技职业生涯 刚开始是挺苦的前两年 就是有想过就不想去学了 但是想想毕竟选择这条路嘛 就应该坚持走下去 就不能半途而废 做一件事要有担当 杂技我们也一无所知 过去以后就天天训练也非常辛苦 双筋动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除非骨折我们是不会休息的 脚崴了手崴了什么的 第二天绷带一扎就继续训练 那种疼痛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从小没有接触过这个专业 去了以后才知道 哦杂技原来是这样一个东西 以前是没有一个概念 也没看过 也没接触过 以为反反更痛 寻寻什么动物就好了 从学员转换为职业演员 十年时间 少年的懵懂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化学反应 相互走过的十年 他们共同见证艰辛 艰苦 一起流泪 一起开心 一起经历过事业的顶峰 现在和过去一样 日常训练和伤筋动骨依旧是家常便饭 以前是学员 现在是演员了 自己的身份不同了 所以就要 可能说是更加努力吧 作为演员 这才刚刚开始 因为我们这个职业 吃的是青春饭嘛 我刚演不了 我还可以演别的节目 我一直可以在舞台上 因为我喜欢舞台 你还有机会 我们还会努力的 往更高的方向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